白色轎车从路边切出 显过人群一路飞快往前开 当时车内一名歹徒 载着12岁男童 连车带人劫车逃逸 开了100公尺 还将少年强拉下车 当街丢包 经过22个小时 纵算带到嫌犯 你不要动啊 你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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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拐 全部都把你拐 拐 拐 远景在田边鹤赤 光着脚拔腿冲过稻田 勾住嫌犯脖子 将人逮捕 来 这边 你再带我们进去 你刚刚有偷跑 当时嫌犯骑单车 在台中一中间商圈 寻找下手目标 他看见一台白色轿车 围停路边 旅驾驶下车拜拜 他马上冲到车前 但车里还有驾驶 12岁的儿子 他不肯下车 没想到嫌犯竟直接接车 再把驾驶儿子干下车 附不了解 料嫌窃取开车 序位代步使用 嫌犯跑到讲话 自称来找朋友 警方却在一旁 铁皮屋里 搜出毒品和子弹 而夫人车子 则被他丢在台中风源 夫人拜拜 围停车没熄火 也没上锁 被毒留的儿子和车子 都一度被劫走 幸好人平安无事 车顺利找回 嫌犯也终于落网 记者卢俊杰 往上台中策访报道 男子全副武装提款机前 鬼祟提款 这是诈骗车手 另一边警方埋伏待人 在街头追逐 车手刚领出的钱 散落一地 诈骗集团手法一直变 高雄一名男子上当了 男子po出和诈骗成员对话 表示自己寄出了提款卡 诈骗成员表示 帮忙保管提款卡 就给五万元 还给保管契约书 保证合法 男子表示给一张提款卡 最后给了五张才受理 为了赚五万元 男子把五张提款卡寄出 结果怕受骗 冲去报警 网友看到狂酸 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信这个 最好快点挂湿 不然等着收传单 提款卡是身体的部分 不能割爱啊 问题就在你太贪 因为要想的就知道 哪有不劳而过的事 人不要贪 不贪就不会被骗 警方调查 男子在网路找偏门工作 看到给提款卡 就给五万元 一时被吸引 一口气祭出五张 财经决怪怪的 索性警方埋伏 发现包裹没人取件 已经将包裹收回 查气后无人取件 所以将包裹先行扣案 为了骗卡 诈骗集团 祭出高价码吸引人 帮你保管提款卡 就给五万 恐怕不是第一起 就怕还有其他人上当 记者黄迅宋佩晨 高雄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 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 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来来来来 你下次再帮我去开张 我跟你讲 你要开我什么 当我到底违法什么东西啊 警方一开口 问奖就爆气 起得语气战斗 认为警察故意找麻烦 刚是不是要跑出来 我停到旁边看一下你而已 我是马上就动了 我打 我就直接把我请你们那里 来处理啊 对啊 到底我违法什么 双方停在大马路上 抽个不提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 你冲出来 我当时也紧张 所以我往旁边这红线靠庭了 如果我直接开走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肇事逃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问奖满是委屈 9号晚间行进新北市土城沿河路 插点和警用机车碰撞 停在路边查看状况 短短13秒的停下就挨张罚单 警方也秀出魅露及澄清 对此警方表示 一切按交通法规依法开罚 同样也是围停红线 女驾驶被开单 李志线瞬间断了 口气火爆还疑似冲撞原件 两人争扎不休 你刚刚为什么要撞我 你刚刚就有明显的撞我了 我知道你哪只脚了 不满人民保姆态度不佳 不过画面会说话 违规就是事实 记得中程良 对学新北桃园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